你好 欢迎收看3月26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新住民人文发展交流协会 一连三天在新住民学院举办了新住民回娘家嗨三天市集 展授二十摊来自各国精致美食还有手工艺品 金老师正位特别前往同乐 也欢迎乡亲们在周末假期一起来体验 花莲县新住民人文发展交流协会 二十六日起一连三天 在新住民学院举办新住民回娘家嗨三天市集 展授二十摊来自各国精致美食及手工艺品 花莲县新住民人文发展交流协会理事长李依诚表示 协会每周四至五会在学院定期摆摊 提供会员自制料理 手作及二手物爱心意卖 这次将活动扩大举办 县长徐正位也在首日前往同乐 对于这两年新冠疫情 我们的姐妹没有办法返乡 返乡以后也没有办法再回到花莲 这个我真的对于我们的姐妹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觉得辛苦 但是疫情的关系 我想吴主任也知道 疫情的关系 我们真的希望疫情赶快减缓 赶快开放解封 在安全无欲之下赶快解封 让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母家 看看我们自己的母家的家人 也带着我们自己培育的孩子 去看看母家的亲族 也谢谢我们所有姐妹 兄弟姐妹的另外一半 愿意支持让我们姐妹们能够出来 自我学习成长 能够出来跟我们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一起 请护心事以及一起成为一家人 再一次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大连县政府以及真会全力支持我们的新住民所有的课程 以及新住民我们基地的发展 除了有新住民的表演 还有新住民孩子们带来其他才艺 三天的市集展售各国新住民过年仅仅几年或市集 活动首日带来新住民的满汉全席 27日则将以北越的桃花树 以及南越的黄梅来衬托年节氛围 28日将以印尼的情境迎接相亲 欢迎民众前往同乐 接着长帮演好联石报导